大家好欢迎来到摄影师 今天来看看测评一个东西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测评过几款 也是有点类似的 然后还有几张验公圈 就是长的这个样子看到没有 就是个头 这两个黄色的不是按钮 这几个也是假的 这个按钮也是按不动的 这是一个喇叭头 这应该是特有密的 背面是什么密的 这个是假的 这是一张贴纸贴上去的 插进去 存款件 请输入存款贴额 我们输个100 好 然后占一下 再次存款100元 从这里面给它塞进去 再来一张 5 我们拖下硬币来试一下 硬币的直接就是一个洞 它就直接掉进去了 它没有任何提示 假如我们需要去取款 来插入银行卡 请输入密码 按OK键确认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正在识别人铁 然后这里看一下 有个灯灯的闪烁 这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人脸识别啊 它这边有个类似红外的功能啊 但是 没有效果 打开就可以了 相当简单啊 擦门给它关上 我以为它的人脸识别是有作用的 结果是不起作用的 没有 然后它还有一个余额查询 看到没有 移航卡插进去 然后我们按ATM查询 这个就是查询键 请输入密码 按OK键确认 正在识别人铁 存款D3元 它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是需要去识别一个物体的 我说挡住的话 它就有识别的 只要被挡住 就有识别 再来试一下 请输入密码 按OK键确认 正在识别人铁 它们要动作对吧 让我拿到纸币绑一下 存款D3元 这个人脸识别就是通过前面这一个 红外的 感受到前面有物体 就当是人脸了 试别的东西 它就是人脸 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我就完全误会它了 毕竟这个价位在这 好 今天这个带人脸识别的智能评定罐 基本上就介绍到这 功能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这个人脸识别 没有那么智能 如果大家还有想好玩有趣的东西 你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会把它们买来 主意的进行开箱 拜拜